萬壽女球在在新宿 也是真受到歡迎的球女運動 也先為新宿和部落 上東中西向我們比賽項目 今年因為剛才三位設施的立委補選 新宿運動會萬壽女球比賽 就提早到立委中順來基盤 全鄉總共高協隊後來參加 剛才提供國產的傳媒 互相交流的機會 來點見部落的團結氣勢 正義新宿全向運動會比賽行動的萬壽女球 雖然提早基盤 但九位參賽博露 也許是好交參民動完全來參加 因為冠軍隊伍可以代表新宿 參加普通做運動會以及專關運動會 和隊伍都努力請出勝利 跟著春一起比賽 跟我第一次打的時候感覺有點不太一樣 感覺還不錯啊 這樣辦這種活動 我覺得可以促進春跟春之間的交流也可以 對就是可能如果以後有大的比賽 可以代表我們相去比賽的話 這樣也是一個很不錯的一個運動 對對對 我們原本規劃是在3月4號 那因為3月4號我們有一個立委的補選 所以跟我們的裁判老師商量時間之後 決定在今天2月11號提早辦理 那我們的曼蕾賽總共這次有9隊 其實我們在新一鄉曼蕾就不分族群 不管是平地或是原住民都有人參加 所以參加的隊伍比較踴躍 那我們鄉運會的冠軍隊會產生出來的話 我們都會代表我們參加現運跟布農族運動會 曼蕾在新一鄉是受到歡迎的球類運動之一 也因為新一鄉和布農相當中式的鄉運比賽項目 對他提供各村民互相交流的機會 也要團結布農的鄉行列 這是鄉民代表我政法也希望公所會再是關乎 對他基盤比賽也會當中式運動人材的配合 很高興這次公所舉辦那個累球 然後讓整個鄉民這樣子融合團結 然後開心的活動 鄉內的這個球隊可以想說 原來也是越來越少 原因是可能我們後戲沒有在培育這些的球員 因為我們現在的小朋友 我就了解很多小朋友都跑去外縣市去打球了 我是希望說這塊在公所以後 我們的未來的希望就是說 能夠把人才留住在新一鄉這裡 高級端午在經過幾天的順利比賽後 新鄉我們的萬屬禮球 最後有望米川第一 新鄉川第二 羅納川第三 記者今天差不多